一条内内穿八年的穷姐妹 是如何一个月狂赚七百亿 吴家三姐妹曾经家里穷得叮当响 只因四年前不着道的老爹欠了一屁股债跑路 更惨的是还有个不靠谱的老妈 虽然老大人猪和二妹努力还债 更是省吃俭用帮上高中的三妹攒了一笔出国的学费 奈何见钱掩开的老妈 却半夜秋风扫落夜般地收拾了得干净 只剩下一箱没人吃的泡菜留给三姐妹 生活还要继续 闪昏闪离的人猪因为家境原因工作四年 却一直是被排挤的边缘人 唯一的朋友花英姐跟她一样 是公司的边缘人 她唯一吃过的大餐 还是花英姐带她去吃的 为了让她更像个有钱人 还把价值不菲的香钻高跟鞋借给她穿 就是这样一个好心大姐却遭遇了不测 几天不见大姐 上班的人住公寓看望花英姐 谁知却在衣柜里看到恐怖的一幕 除了悲痛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新闻里那些虚伪专家的分析 还有公司冷漠的同事的疯言冷语 气愤不过的她 拿出来大姐留给她的资料 不仅上传到了网站 还当众宣读出来 原来诋毁大姐那个上司老阿姨 才是不伦练的真身 就在上司要强行解释时 老板出现阻止了上司 当仁珠以为遇到一位好老板时 才知道原来老板认为花英姐 私吞了公司700亿 因为自己找她谈话 所以选择自我 断面对他们对花英姐的侮辱 仁珠直接递交了辞呈 心情复杂的她突然接到一个通知 原来花英姐临终前 把她的瑜伽会员转赠给了她 当她看着花英姐留给自己 那双好看的高跟鞋时 心里五味杂沉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她惊掉了下巴 满满一口袋的马尼 她回想起花英姐让自己 签署的那份英文合同 更是想起来老板说的那秘密 金库的700亿 报复性消费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雪糕 大把大把地拿 面对十万的账单 眼睛都不用眨一下 这种有钱的感觉真是爽 也让她产生了疑问 有这么多钱花 英姐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为了调查真相 她舔着脸 找到被她炒鱿鱼的老板 主动提起上次拒绝的 对花英姐的调查 可是老板的细心 让她感觉到才华的可怕 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还不知道 自己手里的四十亿只是皮毛 躺在账户里的七百亿才是大头 而这笔钱的主人竟然是市场竞选人 朱丹泰四年前 朱丹泰作为集体辩护律师的一员 承接了三十八名受害人对银行的诉讼 可是最终他负责的四名受害人全部离奇自杀 而他们名下的一千四百亿 暗地里流进他的账户 作为记者的妹妹也正在调查此事 但是出师未解还没眉目 就因为泰直接被朱丹泰记恨在心 就此一场围绕着这笔黑钱的博弈 在几个人之间展开 手握大笔现金他却不敢 招摇丢掉那个不靠谱的老妈腌制的泡菜 四十亿现金整整装满两大箱 而妹妹因为工作被区别对待 经常靠八加一稳定情绪 却被同时利用而停止一个月 但他并没有放弃追查朱丹泰的事情 姐妹俩都不知道自己卷筋用一个事情 更加巧合的是 老三的同学竟然的朱丹泰的女 这狗血的巧合让剧情不得不变态 而人珠查到的线索让他更是毛骨悚然 华英姐的鞋子竟然是老板送的 一双鞋子一百二十万 这让没见过世面的人珠 脸上写满了震惊 华英姐的遗物整理 让他发现了不少端宁 让他更加坚信 华英姐是被人陷害 他把搜集到的线索 报告给新来的李氏 两个人更是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原来华英姐早就搜集了 生理室的诸多证据 就是怕自己下场和前任财务一样 前任财务四年前因为实情败露 被人发现穿着红色高跟鞋 横施加中 为了保住自己小命 华英姐把资料悄悄地 递交给了检察院 从而导致生理师被限制出警 华英姐趁机独自去瑞士银行 转移走了全部资金 但是回国后 却被生理师发现 她是举报人 然后华英姐就落得 和前任财务一样的下场 但是仁珠 调查时候 却没找到当晚的监控 当她提出报警时 新里士却提出不一样的态度 警察 如果她知道700亿就在人猪的账号里 估计人猪也会落得悲惨 在下场 苦恼的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可是做记者的妹妹也说 这种事情报警没有用 更让她害怕的是莫名其妙收到的快递 里面赫然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和姐姐一样害怕的还有妹妹 她千辛万苦找到当年的知情人 还没来得及见面对方就出了意外 这么明显的灭口却苦于没有证据 人猪找到生理是对质 却推翻了自己所有的猜测 还没等生理是赶到检察院自首 她发现汽车的刹车失了灵 当她看到车上那朵妖艳的兰花时 她知道自己斗不过幕后的黑手 车子直挺挺地冲下了楼 而此时幕后的黑手正幸福地陪女儿领奖 而获奖作品赫然就是三妹提她画的自画像 看着刚刚还活生生地领事 渐渐没了呼吸 她更是慌了神 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妹妹正在凶手家中 当朱丹太出现那一刻 我就明白了这个剧绝对不会闹 庆祝女儿获奖的她今天格外开心 可是知道妹妹冒名替人作画的二姐 却格外愤怒 冲进去就想带走孤入歧途的妹妹 谁知三妹却选择了站在利益这一边 人惊郁闷地喝了一瓶八加一 借着酒精又回来找妹妹 失态的样子恰巧被同时拍打了 感受到丢了面子的妹妹 只能怀着怨气跟她回家 她只是不想两个姐姐为了自己皮 奔波却不知道两个姐姐为了她 什么都舍得去做 人惊的视频又被同事传到网上 惹得领导都想开除她 而本想装聋作哑的老大 却又发现了线索 前任李氏曾经是花英姐信任的人 按照姐姐留下的信 她背着20亿找到精神病院的李氏 说出了自己的焦虑 费用于20亿 但是现在 很害怕 如何做得好吗 대표님 처음 회사 경영을 막고 깜짝 놀랐어요 엄청난 양의 비자금이 매년 어디론가 흘러가더라고요 전 대표였던 아버지를 횡령 및 배임 혐의로 고소했어요 결국 아버지는 무혐의로 불러났고 나만 정신병원에 입원하게 됐어요 말씀이신가요? 그러면 진아영 개인의 횡령한 공금을 인주시가 편취했다가 자수한 사건으로 마무리되겠죠 그 사람들 다 도둑이에요 그냥 가져요 그리고 지켜요 그 사람들이 지금 제일 찾고 싶어 하는 거예요 가져가요 아버영 씨도 이게 있었으면 안 죽었을 거예요 可是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处理 突然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于是连忙把他带到逃生窗 并且让他照顾好那盆花 转身就关闭了房门 只留下一脸惊慌的 虽然他伪装得很平静 却被崔李氏看到了老大留下的手机 而慌忙逃出来 等公交的他却被开车的崔李氏碰到 当他忐忑地坐上车子时 却被崔李氏一句话下了一条 장군은 가게 들었어요? 어떻게 알았어요? 장군은 선고가 가까워질수록 가격이 올라가요 민주 씨가 직접 협상하기는 힘들 거고 어디에 울어? 지하오�иц Name 她只是轻轻吻了一下 就晕倒在地 原来这蓝色的兰花又叫死亡之花 不仅有毒 还能让体弱的人心脏出现问题 而妹妹本是心脏就有问题 但是妹妹突然住院急需手术 在清面前 两个人在不义之财上达成了共识 救人要紧 就在任青取钱时却发生了意外 朱丹太的女助理追查到了任珠身上 这救命的二十亿被她无情地收回 人猪还想跟强盗讲道理 而女助理却跟她玩起了游戏 打一巴掌给一亿 你能挨几巴掌 人猪为了妹妹的手术费 张嘴就接了十巴掌 谁知这个女人下手真的很 更甚至拿出 昨晚用过的大木棍 就是她准备继续使 崔李氏赶来阻止了她 可是女助理并不鸟崔李氏的掌 危急时刻 朱丹泰的老婆款款而来 并且伪善地救下了人猪 不仅决定资助妹妹的手术费 还亲切地请人猪吃大餐 这情景让人猪 想起了同样对她好的花英姐 通过交谈 她才发现原来这不是错觉 原来她就是花英姐身边神秘的好友 但是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 伪善的宣传能够提升她竞选的知识率 走投无路的人朱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份屈辱的捐种 更是接受了朱丹泰夫人安排的差事 本身就在调查朱丹泰的人经 却艳不下这口接来之时 和他们相反的是三妹的太太 就在她要支付一亿的治疗费时 任经带着姑妈及时出现 曾经吝啬的姑妈爽快地刷了卡 并且冷眼说出自己认识朱丹泰的父亲 原来这个女人对她们还是有爱 只是坎坷的一生 让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教她们做人 解决完一切人猪找到崔里士 她决定用那个秘密账本 争取到更多的钱 没钱的日子她受够了 谁知催里士却告诉她账本没了价值 一个更大的秘密摆在她面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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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姦克克, إن주 씨가 다니는 비즈니스 스쿨 3년 전부터 화용 씨는 인주 씨 이름으로 싱가포르에서 생활했어요 7개 은행에 700억 원 나눠서 입금했고요 물론 5인주 이름으로 从小娇生惯养的夫人 并不是很满意这个丈夫 只是因为觉得 她长得一副总统像 而朱丹泰除了强烈的霸占欲 就是利用岳父将军的身份 她的梦想不只是竞选市场 更是享日后做上总统 为了这个目标 她是不择手段 包括违背她意愿的花英姐 夫妻俩再一次吵架 让女儿行为失常 当人猪找到她 是行车记录仪引起了她的好奇 当她看到花英姐出生那天 朱丹泰出现在她家门口的录像时 恐惧席卷了她的每一根汗毛 可姐姐同样让自己 伸出险境的还有人惊 本来上次姑妈的慷慨解冒 全是因为她下跪求帮忙 谁知姑妈不仅不让她还钱 还准备让她继承自己的公司 这个倔强的姑娘 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闲暇时间 还是和好友在调查朱丹泰的过往 除了在记者招待会上 当面指证她在撒谎 更是指出她父亲 并不是穷的叮当响 涉及到当年拆迁的几次事情 她父亲都参与其中 更是发现她岳父资助的学生 现在都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 这里面就有跟姐姐密切接触的推理事 在1952年朱丹泰的岳父秘密成立了秦郎会 并且利用自己将军的身份 通过城市规划的内部消息 大肆收购土地 包赚不赔的行为 让秦郎会成员们快速崛起 这其中就包括人猪的姑妈 随着时间的推 一大部分会员因为没了利用价值 或者不服从组织而相继引恨西北 而本身只是将军家司机的 穷儿子的朱丹泰 不仅迎娶了将军的女儿 还把老头子送进医院昏迷 自己则成功地上位 并且搜罗了大笔资金准备进军证件 谁料中途花英姐这个环节出现变故 这700亿的资金落到人猪的账户 使得本来 艰苦度日的三姐妹出现了分歧 人猪只想家人能够摆脱贫困的现状 人猪却只为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活 虽然姑妈给了她一个能够轻松继承公司的前途 可是她还是去碰朱丹泰的眉头 虽然她的举报让朱丹泰的选举暂时失利 但朱丹泰却用一个小动作逆转翻盘 这个突发事件法让她支持欲暴增 也就是这个事件让老三和他们反目 毕竟受到朱丹泰家庭环境的感染 老三心里只想借助他们的力量 让自己求学路上更顺利些 就在人精通过资料查到 姑妈也和这个组织有千丝万人的联系时 姑妈暗地里早就帮她去操作护她周全 作为秦郎会的元老级人物 朱丹泰都不曾知道她的 不怕一点点那个 心里想等我呀 但是朱丹泰哪里会吃威胁这一套 这是她朱丹泰才能行使的权利 果不其然 当晚姑妈就出现了变谷 就连人猪也被卷了进房 当晚姑妈就惨死在人猪的怀里 而作为唯一的现场目击人 人猪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赶来的人精却看到了那多恐怖的兰花 隆重地安葬了姑妈 大批的亲戚就赶着来分家产 得知姑妈的债务远远高于资产 全都冷漠地选择了远离 只有人精站出来愿意承担这笔债务 悲伤的人朱泽跑去找夫人 简单地通知了人精自己的行程 并叮嘱她自己注意安全 两个人很快来到新加坡最大的酒店 这里明天就会举办兰花拍卖会 到时候冒牌的无人猪肯定会出现 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让人猪眼花缭乱 而服务生一眼就认出她是这里的超级 会员各种小心翼翼加上贴身服务 让人猪彻夜难眠 第二天两个人来到人猪 此时的夫人正在享受自己设计的剧情 可是当她看到不见了的七百一时 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愤怒的人猪举枪对着这个精神病 只因犹豫了一秒钟没扣动扳机 人猪就被埋伏好的保镖按在地上摩擦 胜券在握的夫人反转枪口 就要送人猪去西天取经 本以为七百亿能够作为砝码的她 却低估了夫人 保安的通话让人猪得到喘息 崔道日闯进来救人 可是匹夫之勇也抵不过子弹 两个人此刻成了待宰的羔羊 夫人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新的剧情 一男一女分赃不均 最后同归于尽 谁料崔道日却拿出正在和朱丹太 通话的手机 此刻只有朱丹太能够阻止服务 原来是人猪用公布秘密账本做条件 得救的人猪此刻要笑发作快要昏过去 弥留之际恳求崔道日 如果自己发生意外 希望自己的姐妹能够拿到一部分钱财 说完就晕了过去 另一边人猪也身处危险 得手的朱丹太烧毁了秘密账本 并且告诉人猪更大的秘密 原来秦郎会人多得恐怖如斯 自己崇拜的上司竟然也是他们的人 失魂落魄的人精找上司对质 发现这都是事实 人猪一觉醒来 却看到崔道日直勾勾看着自己 吓得他连忙检查衣服是否完整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两个人决定四六分成瓜分了七百亿 然后移居海外过上自由的生活 可是人猪的举动 却破坏了完美的计划 信念崩塌的人精 找到了崔道日的父亲 刺杀朱丹太的行动 自己也要算上一份 同时他也找到一个更重要的线索 朱丹太的大舅哥 才是那个知道所有秘密的人 当年秦郎会操控银行 先是组织人员大量获得贷款 利益到手后就操控银行倒闭 从而让国家和储户承受巨大的损失 秦郎会的成员却赚得盆满钵满 当大舅哥想揭露真相时 却被荡成精神病终身囚禁 人经借口借酒之身进入精神病院 然后通过分管潜入大舅哥的房间 而父亲回国的朱夫人 也对朱丹太吹起了枕头风 让朱丹太结果掉 让他失落的人精 更是悄悄绑架了人会 老三成了他新的玩具 被他关在那个曾经关了他母亲 十年的密室里 等待人会的将是和花英姐一样的下场 朱丹太派出去抓捕的人扑了空 让人精的朋友以为他发生了危险 得到消息的人 朱不顾危险赶回来救妹妹 恰巧制作了机会给人精逃跑 可他却被朱丹太的手下抓住 逃出精神病院的人精 想返回救人 崔道日的父亲去告诉他自有安排 崔道日蒙着脸 只身一人冲进精神病院 打破火警系统 一个个烟雾弹丢向走了 很快就把人猪救回秘密基地 此时的反抗秦兰会的组织开始壮大 人精想用舆论的方式惩罚这群人 知道此路不通的崔父亲 还是坚持自己的方案 就在他们各知己见识 大舅哥却悄悄地行动起来 他找到朱丹太主动投诚 说自己不是自愿出逃 恳求他给自己铺好路 自己出国避难 并且和他约见在一个码头 可是等待朱丹太的 将会是一把黑洞洞的枪口 就在朱丹太以为自己就要玩玩时 谁知大舅哥又开始啰里巴缩 趁他不被朱丹太扭转占据 你才知道 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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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想到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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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扣动扳机时 却发现原来没有子弹 愤怒的他捡起一块大石头 狠狠地朝地上砸了下去 处理完一切没事人一样 回去找老婆 而不见了 大舅哥让人珠他们的计划落空 崔老爹继续执行自己的暗杀计划 崔道日则带着人珠去救人会 终于在那间恐怖的密室里找到了老三 逃跑的时候顺便把孝林也带上 这个一直想摆脱都是疯子家庭的孩子 可朱丹太并不会善罢甘休 抓住崔道日的母亲对他要挟 果然崔道认为为了母亲的安全 如同老豆子一样 把父亲所有的计划可盘托出 崔老爹辛苦布局的地点一个个被端 就连他的武器库也被悄悄安上了炸弹 崔老爹在人珠的眼皮底下变成火烂 浑身是伤的被抬进医院 就在朱丹太信心满满地去电视台 参加演讲时 却看到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珠 还有本应该获崔道日远走他乡的母亲 人珠在镜头前揭露了崔妈妈的冤案 元器将军下令崔爸爸杀人灭口 却被他背叛 朱丹太的父亲主动出手 却让崔妈妈抗下了所有 现在通过DNA比对可以证明这一切 原来崔道日也只是将计就计 持有人珠蒙在鼓里 但是仅仅这点事情 并不能动摇朱丹太的选举 毕竟他父亲的罪行并不代表他的为人 然而人珠却表示还有更大的新闻 等下来 我努力但确实地工作 通过控制媒体的发声 朱丹太的呼声不降反声 搞笑的是在他最后争取选票的现场 崔道人暗地里播放了一则录像 这正是死去的大九哥安排的录像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提前安排 朱丹太的嘴脸展现在众人面前 无力解释的他落荒而逃 就算这样 投票调查他还是支持率遥遥领先 心满意足的他陪着夫人洋洋自得 但他不知道 刚刚他吃下的爱心苹果里 有恐怖兰花的毒液 就在人精准备给他来一个致命打击时 突然插播的新闻让他毛骨悚然 朱丹太从一百楼跳了下去 而守着他遗体的夫人 嘴角洋溢着诡异的微笑 这一切好像才刚刚开始 最大的boss原来是这个精神病女人 另一边人珠账户里的七百亿突然不翼而飞 就在他不可置信地疯狂刷新时 大门发出疯狂的拍打声 叔叔闯进门 无论他承不承认 夫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把罪名实锤 人珠带着屈辱被勘压后谁 四处寻找线索 就姐姐的人精却想起一个线索 四年前 花英杰也曾经是情郎会的受害者 花英把辛苦赚来的两意孝敬给妈妈 谁料却成了妈妈不幸的导火索 存尽没多久银行就被情郎会搞倒闭 受不了打击的妈妈就这样隐恨西北 然而这线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通过和姐姐聊天 人精把重点放在了夫人身上 一条条线索表明四年前 都是一样的死状 貂皮大衣加上红色高跟 凌空飘在衣柜里的惨状 可是人精的举动早就触怒了夫人 首先昔日的记者同事利用媒体 把朱丹泰的死归结到人精的诬陷 这还不解气 夫人还找来当年的特务头子来对付人精 原上雅十年多来的罪证 递交给法庭 秦岚会秘密资金的证据 让让人猪有可能无罪 舆论的矛头全都指向原上雅 波兰不惊的他此刻也开始慌乱 因为已经没有第二个朱丹泰当他的T最高 杨催到日的供词救了人猪 却让自己戴上手镯 原来这就是爱情 就在上雅想办法引导舆论时 被抓的人精突然出现在直播中 同时现身的还有老馆长 经存的良知让老馆长觉得站在他这一边 随着秦王会的曝光 傻人为乐的魔女也将被人们审判 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在审理人猪的法庭上出现了一个人 死去的花英姐突然的出现 不仅仅震惊的是人猪 还有魔女人上雅 也只有大仇快报时花英才会出现 由于花英姐突然出现 人猪被无罪释放 全剧都是八百个新演 半个新演的他全靠命大全身而退 记者会上花英姐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自从妈妈被他们逼得左上绝路 花英姐就开始计划复仇 从节留秦王会的秘密资金开始 到找到一个和他身材相仿的女人 花英姐为了让秦王会狗急跳墙 而女孩只是想让自己无声 无息地离开人世 谁料计划还没开始执行 闯进来的袁尚雅 就做出了开头的那一幕 除了监控视频 花英姐还把秦王会的秘密账目 录入自己制作的会计程序 并且让所有人可以免费下载观看 一时间好奇的人们蜂拥下载小程序 也让这份罪证无法被人销毁 此刻的袁尚雅寂静封边 找到张管长质问他为什么被判 这个从容炉就开始变态的老头 此刻也并没有变 他想取代袁尚雅 恢复秦王会的高光时刻 袁绍雅连连质问 为什么自己不能继承 难道只因为自己的性别 那么那么 궁금한 게 있어요 毁容的花英姐也放下了执念 圆满的结局怎么可能丢下老三 圆在国外的他们取出了七百亿 原来崔道日早就暗中把资金 转移到孝林账户 孝林和他也无拘无束地开始了留学旅程 崔道日分得了一百亿 人精也收到了一百亿 孝林和老三也是各自一百 只有半个星眼的人 朱拿到大头三百亿的巨款 这个电视剧告诉我们半个星眼最实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